骨葛泥水 霞帶石塊 從路旁土石牆上傾瀉而下 竟向觸怒驚心 受到封面南移 和西南氣流影響 南投縣 雲岸鄉這兩天遭受暴雨襲擊 累積雨量更是飆過六百六十公里 當地翠華部落 還因為對外道路中斷 傳出有兩百人手困山中 那我們來到這個維二的 連外道路這邊 這個溪水那個山上沖下來的雨水 都已經可以淹過整個路面 你看可以超過記者的腳踝這邊 大雨下不停 導致土石鬆動 滿地都是落石和積水 南投縣政府現在也派出十多臺挖土機 開挖土石趕忙搶通 還有民眾被土石擋在另一頭 出不來 只能無奈 你對記者揮揮手 另外仁岸鄉馬列巴部落 也傳出一百四十四人手困山中 沒辦法過去啊 沒辦法過 沒辦法走 這個不是人走的耶 當中甚至還有村民發高燒 身體不適 但道路還沒搶通 目前只能暫時依靠 先前部落衛生所留下的藥物 只能等道路搶通後 再外出接受一致 記者綜合報導